大家好 今天用黄骨鱼做到美食 准备适量清洗干净的黄骨鱼 准备适量的大蒜切成片 生姜切成片 一把小葱切成段 三个小米椒切成圈 放入盘中 准备一个青红椒切成块 倒入碗中 起锅烧油倒入黄骨鱼线下 再把小料全部放进去 加入一勺豆瓣酱炒出红油 加入一勺盐 一勺蚝油 翻炒均匀 加入一勺啤酒去腥增香 倒入切好的青红椒块 盖上盖子焖煮五分钟 碗中准备100克面粉 打入一个正宗的母鸡蛋 然后加入10克的水 用筷子搅拌均匀 时间到 打开看看 哇 好香啊 香喷喷的 然后把面糊均匀的抹在锅的四周 盖上盖子焖两分钟 时间到 再淋入少许的蒸鱼纸油 再用铲子切成小块 像这样就行了 好了 我们的地锅黄骨鱼就做好了 有面有菜 大人小孩在吃 喜欢的在家试试吧